欢迎回到周末练经书 我是青木冲 周末练经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做 《解码头皮生态力》 这是一方清出版社 在去年12月出版的新书 那我们今天 邀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的是 这本书的作者 也就是激活力学创研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秀琴博士 黄秀琴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今天我们在谈头皮 我刚刚在节目之前也跟您谈 头皮困扰我很久 因为大家都不喜欢有头皮屑 头皮屑 尤其是处女座的人看到头皮屑 就没有办法忍耐 可是你就发现说 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 你如果拼命去洗处理不当 或不知道怎么保养的话 其实你的状况不会改善 只会恶化 你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头皮当是个关键 那我看您书里一开始就谈到 头皮其实是 它是另外一个微生物 这个群落的这个一个世界 一定有一个它的生态环境 要保持平衡 撕痕就出毛病 你要不要从这里开始跟我们谈一谈头皮 其实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的头皮其实是一个生态系 所谓的生态系什么叫生态系呢 就是说生态就是在上面有住了一些住民嘛 常住客 然后还有跟整个环境之间 两者所发生的一些关系 然后两边呢就是上面的住民跟这个环境之间 对不对 息息相关 然后互相共存 这就是维持一个好的生态系 那我们的头皮上面呢 其实除了我们的头皮细胞之外 还有一些微生物 那我们讲的微生物不光是细菌 有细菌 有真菌 还有病毒 还有节肢动物 该有的都有了 对对 其实你能想象得到的 其实都有 都在我们的头皮上面都存在 那这些呢 所谓节肢动物打个岔 节肢动物就是 像我们蠻虫 对像我们蠻虫就是节肢动物 对很小的 它是这种 其实它在这个 肉眼看不到的 对对 其实它在这整个微生物里面来说呢 它算是比较大的 微生物里面最小的 颗粒最小的 就是病毒 病毒再来是细菌 再来是真菌 再来是节肢动物蠻虫嘛 这些呢 都分布在我们头皮上面 平常呢 状况好的时候对不对 大家都相安无事 那当然这些微生物呢 有些族群是比较大的 有些族群是比较小的 就跟我们人类 生存在地球上一样 是 有些人 有些种族是比较大的 对不对 占大众 有些种族是小的 那大家这样子 各自 不会互相侵扰 对不对 各自有各自的地盘 维持一个平衡的比例的时候 那一旦出问题 怎么样状况会出问题呢 我们头皮呢 一旦受损 比如说头皮是最外层 有角质层 对不对 角质层还有一些皮脂线 皮脂末 皮脂末在角质层的上面 对 最薄的一层 对 如果这些皮脂末被破坏了 角质层被破坏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个缺口 我们常讲有破口 是 有破口之后呢 有些微生物 它就会趁机作乱了 因为你有破口了 它就会侵入到我们的那个破口里面 沿着那个缺口 一直往我们皮肤比较内部去深入 是 就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 那发炎反应之后呢 我们的皮肤又会释放出一些物质 我们讲一些代谢物 这些代谢物呢 有些微生物吃了之后呢 它会繁殖的更旺盛 是 所以那不好的微生物呢 就也不是说不好 就是某些微生物呢 它就会长得特别好 有些微生物就会又萎缩了 造成整个菌相失衡 就会有恶性循环 那良性循环是怎样 良性循环是我们头皮状况 很健康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头皮的分泌物呢 就很适合各自微生物的生存 大家 那生存的很好的微生物 它自己也会分泌一些代谢物 这些代谢物也会帮助我们的头皮 形成一个保护层 防止外面的一些病原菌入侵 是 还可以防防水 对 保水了 就是这个保水 还有调节我们头皮的PH值 就酸减值 其实我们头皮应该是弱酸性比较好 对弱酸 其实我们常在印象里面 我们的皮肤是PH5.5嘛 我们常常在讲耳熟能详 那头皮呢 大概是4.5到6.5之间 所以有酸的也有比较减 所以平常在用产品的时候呢 最好就是介于4.5到6.5之间 不 就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头皮 是干的油的有关系吗 其实普遍来说呢 当然你的油脂比较多 也会影响油脂干 或那个油脂多 也会稍微影响到PH值 对不对 就像是有点的上下有一些幅度啦 可是大概就不拖5.5PH 4.5到6.5之间 所以你们打个菜还是 现在又很流行在讲说 用什么某某肥皂 反不归正 可是我看您书里提到肥皂是碱性的 其实它会破坏头皮的酸性是不是 就是说他们就是用以前早年的这种 好像是存植物的肥皂来洗头发 可以让头皮好 没有错 其实我会发现呢 我会发现就说一般呢 嗯 在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譬如说你40岁之前 你可能不会觉得这些 你用肥皂洗头 或用什么什么东西 使用什么产品 可能影响都不大 对年轻 可是等到你对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 你就会开始慢慢那个问题就出现了 我举个例子 以前我有一些朋友身边有一些朋友 就说洗澡的时候用那个菜瓜布有没有 要搓搓搓搓到发热有没有 这样身体最健康 结果后来我发现这些族群呢 等到50岁之后通常都会有冬季养 嗯 它洗得太干净了 对洗得太干搓得太厉害了 那个皮肤上面的角质层破坏的比较严重 就跟头皮一样 对 你如果有的这个有点洁癖的 是是 我大概就犯了同样的问题 我一天都洗两次澡 然后也洗两次头 对对 所以那个都会造成你的头皮骚痒啊 或者是这个 过度清洁 所以过度清洁会把你的那个原来 那个皮脂末对不对 那些油脂洗掉嘛 嗯 那洗掉的时候呢 它根本来不及分泌 因为你譬如说一天洗两次头 或者洗得太干净 我们在洗头之后呢 皮脂腺呢 它大概半个小时 就会开始分泌油脂 嗯 三个小时之后呢 就会覆盖完成 嗯 对对 对 所以正常状况是这样 可是如果过度清洁 它可能来不及分泌 您刚刚讲到皮脂腺 我想大概跟听众们讲一下这个 我们黄博士书里面提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 我们头皮的组织有三个关键 嗯 一个是皮脂腺 对对对 一个是角质层 对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毛壤 毛壤 对对对对 这三个最重要 对对对对对 这皮脂腺刚刚您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脑袋上 其实是一个 呃一个微生物一个平衡状态嘛 嗯 它们都是靠什么活 很有趣的 像您讲 我们分泌的汗 汗液也可以 是 还有那个死掉废弃的 角质细胞啦 对对对对 还有这种所谓的皮脂腺所分泌出的皮脂都是它们的食物 是是是是 它吃下以后就可以消化化解以后反而是对我们头皮有正面效应的 就让我们的皮脂膜 或者就由于这个保护层出来 因为它可以变脂肪酸 变脂肪美 通通都是对我们头发可以保护 所以你看我们头皮 其实是很复杂的 一般人就只要洗干净就好 拼命洗像我以前一样 一天洗两次 每次洗的都很认真 结果不见得是这个正面的效益 对因为皮脂腺呢 其实每个人呢 会根据自己的遗传 那皮脂腺分泌的油脂不太一样 所以你会觉得说有些人呢 所谓的干性头皮 有些人油性头皮 对不对 那是你的遗传决定的 可是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呢 油脂分泌的量也会不太一样 譬如说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 皮脂腺分泌会比较旺盛 因为皮脂腺呢 它如果接受到那个 搞固桶雄性激素比较多的时候呢 它油脂分泌会比较旺盛 所以你在青春期的时候 不管男女 其实那个性激素嘛 雄性激素 雌性激素分泌量 都是这辈子最高的 所以分泌油脂量会比较多 那那个时间点呢 也是会长青春痘最多的时候 因为皮脂腺 如果分泌的油脂过多的时候 过多 那我们的皮肤上面 我们头皮上面也是 有一个菌叫醋窗饼酸感菌 这个菌呢 它就会吃这些油脂 维生嘛 那它油脂分泌量很多 它的繁殖数量就增加的时候呢 它的代谢物会造成我们 那个皮肤的发炎反应 所以就会造成毛囊炎 因为发炎反应就会红肿热痛嘛 就塞住就是整个红肿 就是我们的毛囊炎的来源 那可是如果这个菌不够 对不对 表示你那个头皮又很干 因为我们有在做检测 如果你是那种头皮非常非常敏感 有没有 头皮很干的人 是找不到醋窗饼酸感菌的 是真的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 应该在 它在那个 UV底下 就紫外光底下 它的代谢物会呈现紫色紫红色 所以你大概可以推断说 你哪个区域有没有 那个醋窗饼酸感菌聚集的比较多 那我们发现头皮特别敏感 特别干的人几乎找不到那个菌 找不到它的 所以它这算比例不够 比例不足了 所以它的菌数太多 会造成你的毛囊炎 对不对 菌数太少 又会让你的头皮变得很干很敏感 所以那我们现在有个计划呢 我们就希望说怎么重建你这个菌象 所以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方式呢 让那种很干很敏感的人 那个醋窗饼酸感菌可以回复它的数量 那你的头皮呢就不会那么干那么敏感 对 所以像我看你书里也提到 有一些洗髮精 其实大家认为说头皮有问题 其实除了滋肉性皮肤也比较养 头皮屑也是很困扰的 是是 所以头皮屑一般人我都认为说它是你没有洗干净 嗯 或是什么 结果你用了不对的洗髮精的时候 其实是 因为洗髮精外面强调是去专门去杀那个 你讲的马瑟拉 真菌 马拉瑟 马拉瑟真菌的时候 马拉瑟真菌的时候 其实我看您讲到后面其实它不见得是真正完全造成头皮屑的原因 头皮屑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回到您刚刚讲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角质层的这个 嗯角质层增生跟剥落 对增生跟剥落嘛 对 那我们在选择洗髮精的时候 那呃 现在坊间讲的我们常听到的hand shoulder啊这种这 它就是像您讲的是用这个所谓的抑制的方法去杀死某一种细菌来 嗯 来解决头皮屑 但不见得真正百分之百能够解决嘛 是 因为现在早期会认为说是马拉瑟真菌引起头皮屑是因为在一八几年的时候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马拉瑟先生呢他发现呢头皮屑很多的人呢在头皮屑里面呢发现这个菌 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是 后来延续下来呢就一直认为说是这个菌造成头皮屑 这个菌的增生嗯嗯嗯造成头皮屑 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呢也有其他的细菌在影响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有谈到的呃那个什么呃葡萄球表皮葡萄球菌 还有那个黄色葡萄球菌 对其实他们都会共同去影响他的让你造成发炎反应然后让那个角质细胞过度增生 因为我们一般在角质层皮肤的代谢里面角质层老化嘛角质层是角质细胞 老化之后最外层的那个那个组织嘛 他一个月大概剥落一次 嗯那我们会有头皮屑是因为角质层提早剥落 是二到七天还不到一个月他就剥落了而且是大片的剥落 所以你会觉得说那个你的肩肩膀上就有好像雪花片片这样都都聚集掉下来 每个顿困扰对对对 好那所以这个呢就会造成就说头皮屑 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嗯头皮屑我们请黄博士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困扰 觉得黄自强不爱干净才会有头皮屑啊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好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周末廉经书我们今天是跟黄秀琴博士来谈他写的这本书解码头皮生态力啊 这是一方清出版社出版的书那黄博士我们刚谈到了就是说这个角质层是其实就是我们的头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这个所谓需要特别注意的地区了哈 嗯再来另外一块就是所谓的髮狼嘛毛狼啊 嗯其实他是从髮干啊就头发就从毛狼里面长出来 对对对那很多人不知道说头发刚出来其实不是黑色哈 嗯是因为里面有一个黑色素细胞 是是是让他变成黑色其他出来原来是原色的哈 嗯嗯那可是这个毛狼如果发炎的话就很麻烦了哈 嗯就会造成了所谓的髮髮脱髮了哈就脱发了哈 然后也会变成白髮哈 嗯白髮当然也有可能跟角质层有点关系 他如果防水这个保水了哈就防呃保湿保水不是防水我们的水灾太多了 我一天到晚讲防水保湿保水的功能如果有影响也会影响到头发的这个健康 对对对都会影响 您谈一下这个毛狼的问题好毛狼如果发炎也是很困扰的 是其实毛囊是长我们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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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毛乳头 我想是大家都耳熟能详 毛乳头 那毛乳头呢 里面有毛乳头细胞 如果毛乳头呢 长得很好 对不对 它的底 肌底呢 就会很大 就是那底座呢 就会很坚固很大 所以你的头发长出来 就会比较粗 你的毛囊就比较大 那毛乳头细胞 如果长得好 它会不断地增生 分泌一些生长因子 所以它分泌的生长因子呢 就会提供给毛乳头 旁边的细胞 当成它的刺激物 它也会长得好 旁边有哪些细胞呢 就角质细胞 还有黑色素细胞 我们讲角质细胞 就是长我们头发 发干的细胞 所以我们的发干呢 是老化的角质细胞 所组成的 其实它是角质蛋白 跟一些微量元素 还有水 所以我们的头发 是没有生命的 它不会痛 那可是它会在毛囊里面 不断地往上长 如果角质细胞 长得快的话 表示你的发干 会长得快 可是它不是 一直都在长的 它长三到五年呢 它就会休息一段时间 所以它有一个生命周期 对它有个周期 所以毛囊有生命周期 它三到五年是成长期 之后它会休息个半个月 进入所谓的退化期 就很像我们农田 在耕作 要休耕一下 对不对 进入退化期 退化期半个月之后呢 它还会再进入一个叫做休止期 就完全休眠 所以突发的人呢 它就是它的毛囊 进入休眠期 休止期 不长了 休止期就停了 没有第二个周期出现 对 没有第二个周期 然后一般正常人 它会进入下一个周期 对不对 成长期的毛囊 它会继续在底部 形成一个完整的毛囊 然后有新的头发 长出来 它就会把原来 那个休止期 旧的头发 给顶出来 顶到头皮上面的时候呢 就是掉法 所以就您的意思是说 一个毛囊 其实它是有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我们一辈子 大概有20次30次 这个毛囊 可以不断的重复的 它的生命周期 不断的重复 但是如果没有重复 这个生命周期 就头发就越来越少了 是 没有重复这个生命周期呢 它有两个状况 一个是你的毛囊 停留在休止期 对不对 不会再长新的头发 是 那另外一个状况 就是你的毛囊 真的死掉了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 没死之前还有救了 没死之前还有救 只要你里面 毛囊里面还有干细胞 就有救 所以全世界呢 在研究那个生法的产品 都是想办法 把休止期的毛囊呢 让它重新刺激 重新进入下一个成长期 这样子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生法 它的原理就是这样 所以我看您书里提到 就是说我们头皮 还有十万个毛囊嘛 所以有一些洗澡掉法 就开始紧张 一些不必太紧张 如果它是掉在一百根以内 对对对 那就是平常休止期 那个毛囊被成长期的头发 顶出来的 那个每天掉法 五十到一百根的来源 但是对让人困扰 男生最怕的就是秃头的话 那就是他的毛囊细胞 就开始这个休止期以后 就不再重生了 所以它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说你毛囊休止期 如果太久了 对不对 连你那个旁边的树毛肌 什么组织全部都萎缩了 里面的那个干细胞没有了 它就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再长了 这个树毛肌的名词 我看的时候也很好奇 为什么叫树毛肌 发像我们讲说令人发指 对对对 头发会直起来紧张的时候 毛会 把它撑起来的那块肌肉 叫毛发树立基 对 所以这些基能如果失常以后 通通都可能就是造成秃头了 对就毛发就死亡了 就不会再长了 那同样的那个毛囊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黑色素细胞 它是决定我们发射的 那为什么叫决定我们发射 有些人头发比较黄 有些人比较黑 对不对 其实那些呢都叫做黑色素 可是金发的怎么办 金发是少量的黑色素 也是黑色素 也是黑色素 因为黑色素呢 其实黑色素细胞分泌出来呢 会呈现两种颜色 两种成分 一个叫真黑色素 一个叫做核黑色素 英文真黑色素叫 另外一个叫 那真黑色素是偏向于 核色跟黑色 然后所谓核黑色素呢 是比较偏向核色跟黄色 所以这两个颜色组成不一样呢 就会造成你的发色不同 所以你的基因不同呢 种族不同一定基因不同嘛 所以会决定你的发色 所以西方人呢 他们那个 Felmelanin比较多 东方人是Eumelanin比较多 所以通常都是黑色 或者偏一点黄 是 我看林水提到就是说 一般人看到头发变黄 或者变灰 或者变白 就开始紧张了嘛 尤其 这个我太太现在是 这个常常看说 有没有黑 有没有白头发 这个 后来我看她现在也就不太 越来越多以后就 不太在意 但是每个人都希望只有 尤其是 不能说尤其是女生 男生也一样 都希望有一个 乌黑亮丽的一头绣发 那 所以这个 头发 一变灰了 后变白 就去染发 但我看到 林书里谈到 就是说染发 其实也有很多 这个 要避免的地雷了 对 就是 各种染发的 发剂啊 有的都含有一些 伤害身体的 读书 对 你要不要谈一谈这些 就是 染发跟 您所讲的 怎么样能够用 其他的方法 让这个头发 里面的毛瘾也好 这个黑色素 细胞也好 或者是让 他这个 整个的 这个毛瘾能够 继续再重生 还没 彻底死掉之前 能够 展开另外一个生命周期 有什么样的一个 方式或您的研究 里面包括哪些 因为白发 其实是每一个人 会面临到的 因为老化 一定是会长白发 那为什么老化 会长白发 为什么 我常常在举例 就是说 你可以发现 因为同样皮肤上面 也有黑色素细胞 头发 毛囊里面 有黑色素细胞 可是头发呢 是毛囊里面呢 是我们年纪 大的时候 就白了 对不对 可是皮肤不是 我们年纪大 因为你的肤色 肤色 对不对 我们年纪大 就老人般越来越多 对 老人般可以长到120岁 对 老人般越老 那个老人般越多 那为什么头发 不是越老越黑呢 所以他们两个表现 完全就不一样 像毛囊里面的 黑色素细胞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它就是 毛囊里面 黑色素细胞 数量变少了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地方 我们续一下回来 我们请黄博士 继续来给我们解答 I like Ealing Sign I like Radio 欢迎回到中美链经书 我们今天跟黄秀琴博士谈 他是这个所谓的头皮专家 头发专家 还有什么名称 没有倒是不敢 不敢 因为他刚刚谈到的就是 这个头发为什么会变白 那为什么我们身体皮肤 这个老了 反而没有变白 反而这个黑 那个黑斑越来越多 对 这是很有趣的 现在大家都在研究 多跟我们谈一点 因为我们的头发里面 你会发现 一般黄种人 大概40岁开始长白发 那少年白的定义是什么 20几岁 黄种人大概25岁之前长白发 我们就定义为少年白 那是遗传的关系 可是你如果有少年白基因 也千万不要放弃 也不是说没有办法 对 你还是可以想办法延缓嘛 就像我们刚刚讲 秃头也是 如果你有遗传性的秃法 对不对 我们讲雄性秃 那是遗传性秃法 你也不要放弃 那我们可以延缓 因为像遗传性秃法 有些人是两年就秃光 有些人20年秃光 所以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延长它 那回到白发的部分 因为在年纪大的时候呢 黑色素细胞 它在分泌黑色素的时候 它自己也会产生H2O2 就是我们讲的双氧水 双氧水 它也是很强的漂白剂 所以它会把那个 我们黑色素 分泌黑色素细胞 分泌黑色素 给漂白掉 所以越染一次 然后等退色之后就越白了 对 那是染法剂 那事实上我们自己细胞 身体的黑色素细胞 它在分泌黑色素的时候 就会产生H2O2 那我们随着年纪大 对不对 清除H2O2的酵素 变得比较少的时候 清除的效率没那么好 对不对 H2O2就会在那个 黑色素细胞里面 累积越来越多 黑色素细胞它很聪明 它发现它自己身体 它越分泌黑色素 对不对 累积越多的H2O2 它为了要保护自己的生命 它必须把这个功能给关闭 所以它就不分泌黑色素了 那你就不会有过多的H2O2 伤害它自己 对不对 所以这是初期的老化 所以你的黑色素细胞 数量还有 可是它关闭 它分泌黑色素的功能 它的功能暂停了 对暂停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说有些人就想 讲说吃黑芝麻 吃什么东西 吃清除自由界东西 你黑头发又再跑出来 对不对 灰色又变黑发 听起来不太像科学的 对 那如果下一阶段 更严重的一些老化 你的黑色素细胞数量 就被H2O2杀死了 对不对 就变少了 所以你的黑色素细胞变少 甚至最严重的老化 就是黑色素细胞都没了 你再怎么用外力刺激它 它也不会再长了 那就看到有些人 就一头白发全部都是 对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你外面用什么产品 再去要让想办法 要让长黑发 也没有用了 就是你只要毛囊里面 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都没有了 对不对 它就不会再长黑发了 所以所有的 所有你要防范突发 防范白发 对不对 最好的关键就是在你40岁之前 你要赶快做预防 你这样子可以延缓 你的突发 你的白发 所以就是越早开始这个注重 是 就越能够把它这个 对对对 延后发生 是 因为雄心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嘛 对对对 到最后 对 因为那荷尔蒙的关系 是 女生也可以延缓 可以延缓 对对对 那白发的话也是可以把它延缓 是 是 那有没有办法把黄的头发 再变回黑的头发呢 黄的头发变成 其实你会黄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说 有可能是遗传 比如说人家 人家讲黄毛丫头 对对 你小时候就是黄毛丫头 那可能是遗传 大概就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说你是外力的 像我们会发现就是 如果你晒太阳 对不对 你原来是黑 晒的太多 晒的很多 你头发会变黄 或者是游泳池泡太久 那个 对对对 绿化也会 我有一段绿化 我有一段时间 这个头发前面一戳 因为我天天游泳的头发 它是一戳黄毛 对没有错 那个外力的 后天的 那就可以恢复 那你先天的话 就是没办法 那这个您刚刚讲 我们也讲了三块嘛 一块是这个毛毛丫 一块是脚脂层 还有一个皮脂腺 您刚刚讲 皮脂腺 其实它就像汗腺一样 但只是它分泌的是皮脂 皮脂嘛 对 那皮脂刚刚讲是 对于我们这个脚脂层里面 这种各种菌 他们其实靠它 也是维生的 是 吃过以后分解以后 它就会制造 让我们头皮里面 有一个保护膜出来 皮脂膜最上面 最薄的那层 也是脚脂层上面 对 那所以这个 我刚刚讲说 很多人困扰 就是头皮屑 还有这种 肢肉性皮肤炎 这个皮肤炎的患者 其实肢肉性皮肤炎 我是因为曾经得过 所以知道 那个头皮下来 真的是像下血一样 整个肩膀都是一片 我那时候就拼命的 用洗把筋每天洗它 甚至找那种 他们讲的那种 很刺激的药水 希望止氧 其实都发现 恐怕都是造成最恶化 所以对于像这样的患者 在如何保养自己的头皮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最主要还是要先 真的要非常了解 自己的头皮的属性 油性或干性 因为我发现 现在很多人头皮屑 一般的概念 都会以为自己太油 有些人当然是 油造成的头皮屑 可是我们现在发现 有很多部分呢 也是干造成的头皮屑 就干造成的头皮屑呢 它又去选用那种 抗头皮屑洗发精 有没有 那抗头皮屑洗发精 里面的有些成分的 那个 那个什么 界面活性剂呢 是比较清洁力 比较强的 洗了刚好反效果 越洗越多 对越洗头皮屑越多 然后越洗越痒 因为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就也会请一些 头皮屑的朋友嘛 对不对 他一直无法解决 那请他给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用的 抗头皮屑洗发精的成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他是干的头皮 可是他刚好用到 清洁力太强的 后来我们请他换了之后呢 他的确有改善 有改善 因为以我的例子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谈一谈 这个带着很困扰的问题 黄博士也许可以 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 欢迎回到周末炼金书 我们今天是跟黄秀琴博士 谈他的新书 解码头皮生态力 这是一方清出版公司出版的 黄博士我们刚谈到了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一般人 有时候就是 洗法应用不对 没有对症下药 反而你这个是挫杀无辜 把一些好菌都杀掉 你的头皮 脚质就失去了 一个平衡的生态 那现在坊间有些 洗法间特别贵 标榜的 像我的皮肤科医师 跟我讲说 你不能用 你现在用那个洗法间 我用那什么含咖啡因的 他说那个是让 发根比较老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反而是让你的 滋肉性皮肤炎会更恶化 所以换句话讲就是说 当你出现这种皮肤毛囊发炎 或者是头皮痒 很多头皮屑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是 你认为洗干净就好了 其实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 对 要找医生看一下 因为头皮屑 它不光是杀菌的问题 其实头皮屑 它有三种主要的一个症状 一个是 我们讲麻辣色菌 对不对 过度增生 这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就是 你的角质细胞过度增生 然后提早剥落 对 这是第二个现象 对 提早剥落跟汉液黏在这边团块 对对对 大块的头皮了 对对 好 另外一个就是 你的那个皮肤里面 头皮里面有发炎反应 就角质细胞那些 有发炎反应 所以其实它是综合这三个现象 就是微生物增生 微生物过度增生的问题 还有角质层过度增生的问题 还有发炎 所以很多的那个 抗头皮屑洗法精 它如果只针对那个杀菌 它是没有解决那个 那个就是角质层 角质细胞过度增生 还有发炎的问题 所以就是没有对症下药 对 所以它不是全面的 它只针对一个一个症状来处理 那另外有些抗头皮屑洗法精呢 它也是标榜有溶解角质 去角质 去角质的功能 可是强调去角质功能呢 又怕又怕自己买去角质的洗法精 又过度清洁 又造成更恶化 对不对 所以还有另外 你还有发炎反应要处理 所以如果你真的碰到这个问题 其实先去咨询一下 医生对不对 看你的到底严重程度是怎么样 了解一下你的头皮状况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你要保养你的头皮 不是自己像我们这种乱床 还是自己自我治疗 还是要请专家 对 那黄博士 我看您这个也是在 这个后来对于这种所谓的 凸发或者是白发 还有头皮的保养方面 您自己也研发了一些产品 是不是 其实研发产品是蛮偶然的 蛮偶然的 因为早期在研究所里面 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成分叫乳铁蛋白 对对 这乳铁蛋白是从乳汁里面萃取一个 出乳里面萃取一个蛋白质 那这个蛋白质呢 它可以抗菌杀菌 抗发炎 促进细胞增生 那我们只是觉得说 这么好的成分 以前都用在做饲料添加剂 因为要取代抗生素嘛 它可以调节免疫力 想说小猪吃了呢 如果有那个含乳铁蛋白饲料 它会长得比较好 可以取代抗生素嘛 免疫力会比较好 那我们只是觉得说 它如果用在光用在畜牧产业太浪费 可不可以用在生医方面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 既然它可以抗发炎 那做一下它有发炎反应的时候 它到底会不会促进伤口愈合 那些有没有连锁反应 后来很幸运就证明 它还可以促进伤口愈合 那促进伤口愈合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在小鼠背上制造伤口 小鼠伤口好了 毛自然长出来了 那我们所长看了就问我说 你是在做长毛实验吗 我说不是不是 因为看它毛也长出来了 对 后来才想到说 我就在思考 也许它可以真的长毛 才会开始研究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促进长毛 后来证明 我们的实验证明 它可以让毛发生长 我们就去申请了美国专利 跟台湾中国嘛 那申请了专利之后呢 很多朋友在用这个生法的时候呢 用生法功能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它黑法也长出来了 那我就开始去思考 它到底是不是有某一段呢 它可以促进黑法的 那黑法我们第一个想到一定是黑色素细胞嘛 就看它对黑色素细胞的反应 就发现它可以促进黑色素细胞 分泌更多黑色素 然后也可以促进黑色素细胞增生 所以我们就利用乳铁蛋白 因为乳铁蛋白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蛋白质 大概有690几个氨基酸 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嘛 小片段的氨基酸组成的片段 我们叫生态嘛 所以我们就把这690个氨基酸展开 把它分切为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生态 去研究不同的生态 它到底对某一个细胞有什么功能 后来我们就发现有些生态它可以促进角质细胞增生 有些生态可以促进黑色素细胞增生 这个要跟观众解释一下 这个生态其实不是我们环境生态 它是一个蜜字边在一个生命的生 在一个蜜字边 肉字边 那在一个肉字边一个太太的太 它是把这个氨基酸结合起来一个件 所以他们有好像五六七 这个对 就两个氨基酸组成了叫两生态嘛 三个氨基酸叫三生态 四个叫四生态 六个叫六生态 对十个以上就讲不出来就叫多生态嘛 是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黄博士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谈他的心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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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会给你一开玩笑 我会给你一开玩笑 谢谢